HELLO 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 12 月 7 號禮拜一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李歐 台北股市今天又再度創下波段的新高 我想這個地方很多人不認為台北股市會漲 那一直會預設立場 認為說這個地方就應該要回檔 漲多就應該要壓回 結果呢 他反而是金金漲 不斷的一直往上做一個攻堅的動作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說實在的就是市場的錢太多了 資金太氾濫了 好給我看一下今天的畫面 其實這個是我們上禮拜五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行情等於資金加心理 現在台北股市會這樣一直不斷的漲 其實不只台北股市 包含像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 中國股市 世界各國都是一樣的 資金寬鬆 心裡面 疫苗已經研發出來了 好那明年我想世界各國的 這個一般民眾 只要接種過疫苗之後呢 開始陸陸續續的可以恢復一般正常的生活 還有商業活動慢慢都可以恢復 所以心裡面安定之後錢又非常多 這時候資金就湧到哪裡? 股票市場 湧到這個房地產市場 所以 錢啊 不斷的湧入 你光是看台幣喔 台北股市 包含像你開台灣這個台幣 已經升到多少? 28.25 28.25 上禮拜五又來到28.25 台幣狂升嘛 資金一直不斷的湧入 這個台商歸於返鄉 一直不斷的進來 錢 錢滾錢啊 那28.25是什麼概念呢? 已經好多年 你看以前 台灣五看一般的這個投資朋友 只要看到30以下 就有衝動想要換匯了嘛 那看到29 然後看到這個29.5 29就很興奮 想要多換一點 結果他已經來到28字頭 甚至於已經升破28.5 現在一度 你看28.25 距離28是很靠近 這個就是 錢正在湧入台灣市場的 一個最佳的證據嘛 那既然錢一直不斷的湧入 所以我想股票市場 當然會一片欣欣向榮 而且這一次的資金行情 他會是一個 史上最大的一個資金行情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給大家看一個證據 這個是 今天的新聞 歐洲央行 歐洲的央行付利率是-0.5% 他不但要維持現有的-0.5%的一個利率 他還要計畫再擴大購債規模 而且還要延長 還要延長 而且預期 他預期延到明年底 明年底增額 總額增加5000億歐元 增加5000億歐元 所以你看 連歐洲各國 即使現在疫苗出來了 確定說明年有機會 人人都打到疫苗之後 經濟活動開始恢復正常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還要再加大撒錢的力度 而且至少持續到明年的年底 那你就可以想見 這一些錢會跑去哪裡? 會跑去哪裡? 好,除了歐洲以外 你自己看一下美國 美國的這個財政部長 現在已經確定是葉倫來勝任嘛 那葉倫他以前當過聯準會的這個主席 所以他知道這個地方他必須要振興美國經濟 就是透過撒更多錢 全力的用財政政策來支持這個美國的經濟 因為美國現階段利率已經是0到0.25的水準 是不是相當低的一個水準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美國現階段要實施負利率嗎? 這種情況機率相對比較低 相對比較低 那要怎麼樣才夠提振美國的經濟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擴大財政支出 那什麼叫財政支出? 就是多撒錢 補貼一般的企業或者說擴大公共的建設 這個我們叫做一般的財政支出 所以美國投資人都寄予厚望 他要撒更多的錢 基本上這個葉倫他是支持 而且他也希望能夠遊說國會 趕快通過疏困案 趕快繼續撒錢 所以錢流到市場上 流到市場上 流到一般民眾的口袋裡面的時候 他會拿出來消費 拿出來花 那又對整個經濟 對整個企業的這個獲利貢獻 都是有一個正面的幫助嗎? 那我們再看一下 你看很多人 看到市場上很多股票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但是就喜歡看他不順眼 比如說像這個特斯一直放空他 結果你知道我們航空業 在疫情的關係嘛 都沒辦法 各國為國之間這個航空業是受災戶最慘的一個產業嘛 真是非常非常慘 因為商務旅行幾乎都呈現停擺 你自己想嘛 每次只要出國 除非是必要的 那一般正常的旅遊業、觀光業 只要搭飛機出國去那邊要隔離14天 那回來又隔離14天 那一般我們以前出去玩 大部分都是什麼 五天四夜 好比如說像歐洲可能長一點 可能是這個九天八夜之類的 好但是 現在 隔離來回就要一個月的時間 那誰要出去玩 航空業已經首當其衝最慘了嘛 可是呢 航空業已經很慘了 竟然有人比他更慘 就是放空特斯拉 所以既然今年放空特斯拉 特斯拉狂飆嘛 大家認為說 這個沒賺多少錢 那就去放空特斯拉 就認為說油價這麼便宜 誰要買電動車對不對 結果去放空特斯拉 結果 空單損失部位超過350億美元 所以你看喔 股票市場看的是一個趨勢 看的是一個未來 2030年到2040年 這整個產業的趨勢 電動車不會因為今年這個疫情的關係 導致於油價下跌 大家就不買電動車 這個產業趨勢就因此而消失了 不會啊 持續不斷的 他是一個大波段大趨勢嘛 尤其是拜登當選之後 一定是更朝向這個綠能產業發展 電動車一定是更加蓬勃發展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 這個股票市場 這個跟一般投資人所想像的 是不太一樣的 是不太一樣的 好 所以我想不要去預設立場 不要去猜了 所以你看台北股市今天又創新高14306 早盤衝高殺低 很多人就覺得說完蛋了 這個今天早盤估量超過4000億 這個盤可能今天又要長黑K 又要收最低 又要爆大量 結果尾盤又拉高了 沒事成交量後面就慢慢輸了嘛 今天盤中我也跟教育成員講說 這個盤後面的量會慢慢的縮下來 那震盪之後 反而是一個最佳的進場時間點 最佳進場時間點 重點是你要選到對的股票 看個股看個股 好今天最高是14306 收盤收在14256 還是大漲大漲124年 整個多頭的架構有任何改變嗎 其實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好所以現階段 高的股票 好漲多股票 其實也不建議投資朋友去追啊 因為別人他是蠻在相對低位階的 重點是我們要尋找的是10年模一件 什麼叫10年模一件 就是底部已經橫盤很久了 10年的時間 N年不一定是10年了 有得到20年都沒有漲過 可是在現階段這個時間點 剛好搭配 就是搭上這個景氣復甦行情嘛 萬物皆漲的這個情境之下 很多股票他業績上來了 好所以他的股票呢 經過10年模一件 前面都沒有什麼套牢的壓力 經過10年的盤整之後 這個地方就有機會出現一個 波段的行情 像這樣股票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就要成員這個之前有買進這個大成鋼 今天創下波段新高 其實大成鋼 他最主要長的題材就是 孽價創新高嘛 那這個鋼價也創新高嘛 所以這個是景氣復甦的一個徵兆 外資投信融資聯手 哇一直不斷的買上去 所以你看今天又再度創下波段新高 所以很明顯嘛 景氣復甦的一個徵兆嘛 那包含像這個大唐盛世 我們這個12月3號跟大家分享的 我說9月份營收年增228% 10月份營收年增237% 你光是從這個年增數字 就是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哇這個增加數字好驚人啊 兩倍以上 而且連續兩個月 那重點是產品要漲價 什麼樣的產品 就是MCU 微控制器 大家在看新聞的時候 應該有看到 非常多相關的報導 我就不仔細說了 你看我們12月3號買進的時候 今天是7號嘛 3號買進的時候 沒什麼動 平盤啊 平盤橫盤整理 我們悄悄的進場買進嘛 你看到今天為止 3號分享今天7號嘛 你看幾乎每天都小漲小漲小漲 今天是創波段的新高 創波段的新高 所以他也是一檔非常非常不錯的好股票啊 那包含像這個天降甘霖 這是11月27號 我們買的比較早啊 他底部橫盤 你看這底部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突破之後 小壓迴我們竟然做買進 你看他的某一個廠房 我們當時我們跟大家說說 他要貨產 貨產 貨產的這個達8成 而且明年第一季就要完工 訂單能見度 達到4個月 而且明年第一季的影響很樂觀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今年他產品認證稍稍的延後嘛 可是到了這個今年10月份的時候 他的車用 他做車用的導線價 已經通過客戶認證 明年就要開始出貨 你看喔 重點是補價在低檔 投資朋友如果有觀察到 這個是借鈴 大家應該很容易猜 借鈴今天大漲 創破段新高 那你仔細想一下 跟他一樣做導線價的 車用導線價是誰 就是順德嘛 順德漲很多囉 所以我沒有帶大家去追順德 我們是買還在底部的這個借鈴 因為他的產品認證剛剛通過 明年 明年才要正式的大量出貨 所以股價現在就開始在反映 明年嘛 11月27號買進 那也跟大家分享嘛 今天創破段新高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他也只是小漲而已 也只是小漲而已 好 那這是借鈴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重點 就是舉例的一個重點 不是叫大家這時候還去追新童 3025的新童 就是我們11月25號 在買進借鈴的前兩天 我們進場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說這個是20年磨一劍 說實在的 10年磨一劍已經相當不簡單 竟然還有股票20年磨一劍 你看喔 他在底部蹲了20年 蹲了20年之後往上跳 那個爆發力不會有多強 而且他不是蹲著 你就認為說他一定會漲 很多股票蹲了20年 甚至30年他也沒動 重點是你要有一個引爆點 就是那個轉機 你看他10月份的營收 年增32% 年增 月增32 年增80% 我以為比上個月增加32 比去年同期增加80% 可是你看這個底部 打得多漂亮啊 11月27號 當天我們還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25號買進 沒啥動 27號 我們再早上分享 當天攻上漲停板 30號又攻上漲停板 而且我還跟大家說 這種低價的股票 10到30元 當天已經來到32 32.05 我要跟大家說 這樣股票是鋪斷的潛力股 愛他你就不要去當衝他 你就不要當衝他 可是很多人還是喜歡當衝這樣的股票 你看12月1號又攻到漲停板 已經賺30%了 可是我們 我們在這個12月2號的時候 又衝高 又衝高 我們搭37% 我就說 先放一半進口袋 而且我還公開跟大家講說 我們有先放一半進口袋 先做獲利了結動作 先做獲利了結動作 因為短線上 長得多 長得幾 因為隔天 12月3號 他就 2號 2號當天 2號當天 他就已經被列為什麼 錦飾了 錦飾了 所以5分鐘一撮 可是你看今天 再度攻上漲停板 再度攻上漲停板 為什麼 他的11月份的業績 公佈了 11月份業績公佈了 表現多好 他的10月份月增32 年增多少 年增是80 可是 11月份又比 我們看到的這個10月份 又月增28.6 年增172 他是不是產業搭配一個轉機 就是他業績大幅成長 那他的客戶是誰 客戶是主要是中華電信 什麼是中華電信 為什麼中華電信要跟他做生意 他是做5G網通設備 所以明年 整個產業搭上5G的 這個商用元年 那大幅度的 開始越來越多的5G手機 推出之後 這個電信商 是不是需要更多的 5G的網通設備 所以你看星通 也許很多人沒聽過 但是他20年無一件 剛好搭配上 這個基本面的一個大幅度的轉折 整個波段的獲利 我們也是賺超過三成以上 今天我們就沒有在賣了 反正 他今天是攻上漲停板 而且他現在是屬於 這個閉關半閉關的狀態 5分鐘才撮合一次 其實也不急著賣 不急著賣 因為我們已經先賣過一半了 那你看到業績數字表現得這麼棒 那剩下的10股 你就抱著 你也不會有什麼心理壓力 所以類似這樣子的股票 其實還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哦 雙刃漲停板 有沒有 這漲停板 手到勤來 整個波段的獲利 那雖然還沒有創波段新高 但我想創波段新高 超過之前36.95 其實也是指日可待 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我想投資朋友 我們在這個股民當家 賴群組還有telegram 我們今天有送大家一份資料 就是我找了幾檔股票 是十年無一件 N年無一件 就是從月線的架構 底部橫盤很久 而且月線的底部 有出現爆大量的情況 這樣子的長線的標的 我們把這個資料 放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歡迎投資朋友 來直接做一個鎖取動作 那盤中即時的訊息 比如說像現在有很多產業 都在漲價嘛 比如說矽晶圓 那個記憶體 面板 被動 MCU 驅動 IC 鋼鐵 房地產 航運一大堆全部都在漲 那你想要知道 這個類股的輪動狀況是怎麼樣 好 那你就不要忘記 要即時加入我們 五名當家的telegram 盤中即時訊息 我都會放在裡面 好的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要跟投資朋友說再見 好 也祝福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操作順利 五名當家幸福理財 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